OK,那大家好,我今天就要带大家怎么注册一个免费域名,那就可以自制,呃,开一个网站啊,确实很好啊 OK,那首先就是这个网站,freenode,这个,freenode,freenode.com啊,呃,这个不用翻墙,也可以开啊 看呢,有些时候好,连接好,有些时候连接,连走吧,freenode.com,确认 呃,然后用,我是用这个clone啊,这个clone的蓝池,clone的蓝池,它一个好处就是,直接点请接桌面网站,它可以把这个移动端的网站,转成桌面网站,OK,转成桌面网站,我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注册一个账号,首先,我已经有了啊,所以我这边直接登录,但你可以在pc上的更好啊,因为我都喜欢移动化了,因为移动化毕竟是趋势啊, 现在,如果有手指,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去用电脑啊,然后登录进去,有点慢了,我就windy啊,比如说,有点慢了,有些时候可能有些时候要翻墙,不过一些,刷新,clone,clone有个好处就是,直接往下拉就刷新,确实很方便,OK, 确实有点卡,laggy啊,嗯,怎么回事,啊,对啊,就这个页面啊,它页面就这样,然后我们点service,我们点registernewdomain,注册一个新domain,好,然后我们点service,点这个registernewdomain, 就新注册一个日名了,嗯,然后,这边,稍等一下,然后输入你要的日名,比如说我要建立一个,shortner,我要建立一个专名,能来存储短日名的那个日名,shortnernewindyzo.ml, 比如说我要建立这个日名,然后我check availability,就看,就看这个日名有没有被注册了,好,然后他觉得这个.meu,这个是free的,这个日名,然后下面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大家可以看,然后选择select,选中以后我就checkout,checkout的意思就是,结账的意思啊,选中结账。 这个是有点卡 companion 。 这个是有点卡 。 courtroom 。 确实有点卡 OK 他这边就进来了 然后这边进来 主要选项就是这个 他给你一个时间 默认是三个月 我可以把它设置到最长 可以把它设置到 12个月 就是我设置到12个月 然后我点击Continue 点击Continue Review and Checkout要Detail 这边都是我以前填的信息啊 你们第一次注册的话 直接 那个要填一下的 然后我点这个 Go down 然后Complete out完成 Thank you for your order You will receive a confirmation Email shortly 然后这边就已经更白成功了 稍等大家就会确认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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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